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ol 歡迎收看《創業有出投資》 尋找青年創業家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Gary 很多年青人都希望憑著自己的努力為創意 成立公司自己做老闆 在創業路上大展拳腳 而今次的節目 我們會找些真實的個案 跟大家分享他們成功的故事 還有寶貴的創業經驗 今集我們請來手機程式設計公司的創辦人Andy 跟我們分享他的創業經驗 Andy 你好 Andy 你好 Carol 你好 你先介紹一下你公司的業務 好 或者我介紹一下我們公司的業務 其實我們公司最主要做一些手機應用程式的開發 還有一些手機遊戲的開發 我們的業務最主要分兩方面 第一方面我們會做一些自家的創作 自家的遊戲 自家的軟件 第二我們也會幫一些客戶 我們可能公司幫他們做一些手機應用 或者一些配套去做 簡單而言 有自己的產品 也可以幫公司去做 對 對 可以這樣講 但你創業之前有沒有做過其他工作 我剛剛畢業的時候 就已經馬上出來創業了 那我夥伴就是未畢業的時候 都已經出來跟我一起創業了 其實Carol 我們以往訪問的嘉賓 很多都說我出來做了幾年 對 累積了一定的經驗 對 我就去創業 Andy 就告訴我 他一畢業就創業 其實你為什麼這麼勇呢 其實那個勇呢 我就會覺得剛剛畢業的時候 那個負擔比較少 其實我有想過 因為我經常都很想自己做一盤自己的生意 我有想過 究竟是我人生的三十歲 還是四十歲去做 但是想著想著 應該是一畢業的時候去做 因為那時候我會覺得 我是可以嘗試最多的事情 因為我想如果我三十四十歲 幸好可能會有家庭 會有小朋友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負擔比較大 這是說回機會成本的問題 對 你是真的早一點 對 我就馬上去 不過你是不是真的 讀書的時候 讀手機程式設計 這個其實呢 都比較有趣 我的背景 其實我在大學裡面 其實我是主工 主修會計 只不過是 在副修的時候 我才讀這個電腦 但是跟手機程式未必有直接關係 其實經過了我做事 或者出來創業 其實我覺得大學讀什麼 或者一直以來讀什麼 跟將來出來做什麼 其實是未必需要太大的關係 但會不會沒有手機程式 這方面的知識 就令到你創業更加困難 或者更具挑戰呢 因為始終我們畢業的時候 手機遊戲 或者手機程式 開發的時候 都是一些很新的東西 我想其實應該是市場上 未必真的那個時候 更加沒有一些課程 或者一些學位 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我們出來那條起跑線 我所說 跟其他人應該差不多 就算有讀電腦 或者有讀電機的東西 我覺得不會跟他們爭取 所以你如果用Apps的角度看 你都是邊做邊學的認識 是的 我們都是有邊做邊學 試過 失敗過 再嘗試 一直一直這樣做 其實說回來 差不多幾年前 其實我們2009年的時候 就開始做第一個遊戲 即是我們創業 我們做 已經四年了 差不多四年了 有四年了 我知道你跟 你剛才說 跟你的師弟 是嗎? Alex 他未不易就被你拘捕了 是的 為什麼你一定要找Alex 第二個不行嗎 其實呢 容許我用少許時間 跟我分享一下 我跟Alex的一個相遇 給大家聽一下 其實那時候 我就是讀會計的 到了EF3第三年的時候 大學第三年的時候 我就去試試讀電腦去做 讀電腦的時候 我記得上課的時候 我也想認識多些朋友 認識多些電腦的朋友 那就去到轉場 看看看看 我記得我上課 第一課的時候 我看到我前面的朋友 那時候還未認識的 我看到他旁邊 擺了一本核數的書籍 那其實呢 我那時候是 你也覺得錯 就是給我核數書 核數書吸引了我 因為在電腦堂 我竟然會見到 我熟悉的核數 會計的書籍 所以下課的時候 我就去結識 這位新朋友 Alex是一個男生 我便去結識他 然後結識他 結識之後 再加再談的時候 他也是讀會計的 原來 OK 亦都是在第二課的時候 他就去複修電腦 所以我們就開始認識了 可以這樣說 大家都是有一些商業的背景 亦都喜歡電腦 大家的話題 其實很多東西都很相似 其實兩方面 所以再談談談的時候 就萌生 其實那時候 可能我拿了第一部的智能電話 蘋果出的智能電話 我會覺得這部電話 真的有前途 智能電話 應該是未來幾年的方向 所以我再跟Alex 去談多一會 就萌生起這個創業的 即是那部智能電話 其實激發了你的創業 是啊 因為我覺得 將來的確 每一個人都需要這些東西 或者取代了他日常的電話 OK 除了興趣差不多之外 你們性格會不會都差不多 其實我覺得跟Alex的性格 都不是太相似 我覺得他就會有些手下規矩 一些很循規蹈矩的人 即是你不是 我就比較沒有太太手規矩 我喜歡一些東西 我喜歡創意多一點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奠定了我們日後 在工作上分工的不同 即是我們很多時候訪問一些創業的夥伴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說 我們的性格很多時候是凹凸互補的 這樣才是一個完美的組合 即是有不同的想法 即是有不同的想法 那你們兩個分工的時候 會不會有時都覺得分工不運 一刻一刻一刻都是我 有些衝突的 因為我們始終都成年 大家其實做事情的時候 都是以那件事情為主 大家都是想為那人公司好的時候 那就沒有那麼多的計較 即是可能我有時加班多些 那他有時在家 有時他家裡加班 那我也不會看得到 不過你們怎樣分工 譬如你會負責哪一類型的工作 以前公司只有三個人的時候 我們的分工就是 我最主要會做一些產品的設計 可能會定一下遊戲 或者軟件整個流程會怎樣做 現在Alex呢 因為他其實是電腦裡面 我見過都是一個很厲害去做程式的人 所以他就是會最主要主力 去真是樂手樂腳去做那個 所以就是我們大致是這樣的分工 還有一個同事就是去負責畫畫 因為我和Alex都是電腦人 或者是雙科人 不懂畫畫 即是在畫畫的設計上 即是在另一個同事去做 那聽你這樣說 現在不止三個人 是啊 現在我們都希望捉到智能電話的浪 所以我們現在都有十二三人 這個全隊去做 那發展也挺快的 其實科技發展也很迅速 其實都會不會需要投放很多資源下去呢 其實投放資源是在於創業的時候 就是人家一直走 簡單點是你創業的時候 你預了多少錢資金 其實… 你剛畢業的時候什麼都沒有 這個我都說出來有些慘愧 就是我們剛畢業的時候 的確什麼都沒有 家裡只有一部電腦 我家的褲袋 就只有一個智能電話去做 所以我們就把整個家的家當 就把家當放在辦公室裡面 我就托了我家的電腦 Alex也托了 然後我們就再籌錢買電腦 租了一個大約150呎空間的寫字樓 就開始了我們創業的路 那記不記得用了多少錢 我記得大約每人 我們那時候雜誌是每人三萬元 OK 剛剛出來畢業 那你剛才說 家裡有很多家當都拿出來 那你家裡是沒有反對創業的 開頭的時候 他們那些不是反對的 我覺得 是配冷水 勸魚 勸魚 是有些冷水的成分 少許的 因為始終我跟Alex 都讀了一些在香港 算是 不是最吃香 但都比較好的 會計師 會計師 所以他們會覺得 你讀了三年 你不去好好地利用自己的學位 去做一個會計的 這方面去發展 他們會覺得可惜 但我都說過 解釋我們整個做生意的理念 還有我們都向他保證 就是我們希望每一年 會有一些進程 如果你家人 聽到你說你成行公司的名字 他們會覺得你經常貪玩嗎 我覺得很多事情都要解釋 我重新去演繹一次給他們聽的時候 他們其實接受的接受的時候 他們就會放心或者放手給我做 還有我們在創業的時候 可能我們有些好的成績 我們會報喜到不同的家人 會不會有報喜不報憂 一點點 因為憂慮的事情 不要令他們貪心得太多 但開心的事情 我覺得是很值得跟他們分享 令他們安心一點 繼續讓我走這個 我想過去這幾年 你應該是多起一個優 是 我覺得一定是多起一個優 但創業難免會遇到不同的困難 可以分享一下 當中遇到什麼困難 有什麼很大的挑戰 創業裡面 其實我們最大的困難 有幾方面 我覺得最大方面 會是一些 我想是法律的糾紛 因為始終我們都會牽涉很多 可能是版權 可能是法律上的 有沒有一些具體例子 我們來聽聽 具體的例子 其實我們在幾年前 幾年前 我們出了一個程式 就是去模擬百合通的聲音 那個程式 我們後來 可能會有一些 叫做法律的糾紛 或者一些法律的事議 要我們去改 為什麼呢 因為你模仿得太遲了 模仿得太遲了 模仿得太遲了 但其實我們 我們起初去做這個程式的原意 就是因為真的好玩 因為貪玩 貪玩 還有另外一個 其實我們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用過 那個程式 其實我們當中 用到一些我們覺得 幾創新的技術 就是你整件事 是可以完全模擬到 那個百合通的過程 你是不需要碰到電話 你在上面撥一撥 放一張任何的卡 那你是怎樣 你是去錄了那些 那些聲音 還是怎樣 我們是用電腦做的 我們的聲音 是自己做的嗎 是的 我們電腦做的 OK 這次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等一會 繼續請Andy 跟我們分享他創業的故事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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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